男人好色你们知道报应报在谁的身上啊 报在女儿身上 所以爸爸好色女儿就会出事 听得懂了吗 所以女儿很多婚姻不顺利 就是爸爸整天在外面 记住了母亲如果品德不好 儿子就受报应 所以一个妈妈跟儿子的感情特别好 如果儿子不好 跟妈妈有关系 所以儿子受苦 痛在儿生 伤在娘心啊 所以妈妈的品德好 孩子不受苦 妈妈品德不好 孩子就受苦 希望每一个母亲 都有拥有高贵的品质 让我们的孩子不受牵连 不受痛苦 这就是一个人的品质啊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不该你的钱不要去拿 拿了别人的钱 你以为占了人家的便宜了 实际上你就替人家悲夜了 所以很多人说拿人钱财 都是替你消灾啊 所以我们今天放生 我们今天许愿 我们今天念经 实际上都是在消自己的业 所以要懂得 我们如果付出了 不要想去得到 因为这有一个时间的 等到时间成熟 你就会得到 所以尽管去付出 不要去拥有 那才是学博人的心态啊 那没办法 讲一点简单的 再讲一点神的 这是什么办法啊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仔细听啊 师父告诉你 刚才讲到空的是虚的 佛性是实的 那么我只能跟你们用白话佛法讲 你们就明白了 空的是虚的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人间我拥有的汽车 用坏了 那就是空的没了 对不对啊 我们所爱的爸爸妈妈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那么慢慢的妈妈妈妈死了 又是变成虚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 对人家再不好 再恨人家 但当这个人死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心就慢慢地想 也蛮可怜的 他已经走了 算了 不要去讲他了吧 过去我也有不对 好 本性出来了 所以本性是永存的 那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宇宙中虚虚实实啊 就跟人的表情一样 就跟人的感情一样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现在的年轻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很可怜啊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突然之间 就会发脾气 突然之间 就会 躺下来 为什么 虚虚实实实 所以菩萨才说 这个人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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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